赵丽颖片场抱孩子看烟花 抱娃动作十分娴熟,蹲下安抚哭泣小演员 近日,赵丽颖在拍摄现场抱着小演员看烟花的花絮曝光 画面中赵丽颖双手搂住小朋友的腰 一只手紧紧握住小朋友的手臂 头与小演员紧贴,十分慈爱亲和 由于烟花的爆炸声音太大 小演员被吓得哭了起来 赵丽颖赶忙看着小演员,耐心安抚 并在屋内走来走去,充满耐心与母亲的温暖 据了解这是赵丽颖在近期拍摄的一部新剧中的花絮 而从这段小花絮中我们可以看出赵丽颖十分亲和接地气 赵丽颖在这部戏中的形象刚开始是一个乡下女孩 她丝毫不怕半丑,她不在乎形象如何 只是想尽力贴近这个人物形象 而知名导演郑小龙也曾在采访中谈到 赵丽颖在青年时曾出演过自己的电视剧 那时的她非常纯洁,不染尘埃,并且很真实 而她认为赵丽颖是一个对演戏有追求的女演员 她会在虚的东西里面寻求实在的东西 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一个人对于事业与生活的态度是清晰可见的 在片场中的赵丽颖关心小演员 用温柔去安抚,再用敬业去对待演戏 我们期待赵丽颖在这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 希望她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发声师在这部新剧中的喝丽颖